劈腿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還給我復合 我直接氣死 然後復合就算了 還給我去當那個買機車的寶人 我被搞追 我 要幫我扭梗 噔噔噔噔噔 你真的給我這個 然後口音好上來 交往後才坦承忘不了前任 只是拿你來當替代品 媽有人講出來 跟前女友見面還有聯絡 這也很不好欸 就也是每段乾淨 已婚男同事跟辦公室同事發生關係 而且不止一個 好會玩欸 對啊 對感情不付出冷暴力 不以你為主 在一起只想發生親密行為 前女友忘不了愛比較 欸不能比較啦 真的不要亂比較 我覺得跟前女友比較不是大底類 那沒有人可以接受的吧 完全 什麼都做了才說我們只是朋友 這可能也是試車不喜歡欸 所以你覺得這不會很紮 對 只是可能對方很走心很暈這樣 所以說現在在社會在走 真的不能亂走心 真的 對有些女生來說 性量愛不一定能分開啊 但有些人可能覺得 他能給到性就代表他已經有足夠的愛 但結果對方其實就只是 試一下 對分開的 閨蜜的前男友 慫恿女生吃避孕藥 然後會說 為什麼要介意在一起的名分 像現在這樣當朋友也很好啊 不然就是什麼 我知道你很好 但你不是我要的100分 我就是不能接受 會跟我吵任何嫁的女友 他不是要找女朋友 是要找充氣娃娃吧 白眼白眼白眼 好渣男語錄喔 為什麼要介意在一起的名分 像現在這樣當朋友也很好啊 又要跟人家好 然後還要指責對方說 你不是我要的100分 然後還要說 你為什麼要介意名分啊 對啊 永遠有一堆學妹 總是說 啊就只是學妹啊 所以抱一起睡覺幫她買東西 女友都該接受 抱一點睡覺什麼怪欸 對啊什麼啦 還幫她買東西 前男友說要結婚 結果還是跟以前的 小三同事瘋狂聯絡出去 只要我覺得有點異狀 懷疑她的時候 她就會怪我不信任她 把錯歸到我身上 因為她說 早就完全沒再跟那個女生聯絡了 甚至連碰到面都不會打招呼 當陌生人 再來談有哪些異狀 發現她訂了勾達 卻不是跟我 她先是說找傳播妹 這個不對吧 對啊 之後又說是那個女生去找朋友 但他們沒怎樣 還有一次久久去她租促找她 發現陌生內褲 她便說 這是我上次留的 不是我的還有誰的 就是不是你的還有誰的 對就是還要這樣子 還有次我的生日 但她要上班 說不能換班的 下班再回來補過 結果生日那天消失 查辦表發現他們一起上班 她回來後 怪我破壞生日驚喜 其實她是去買我的生日禮物了 至於那個女生上下班 都沒有接觸到 也不清楚在哪 分完才發現 這個禮物是她下班回來 才衝去補買的 完全不是什麼偷跑去買 其實是一個交差圓黃的 這真的太雜了 這完全半圓啦 就是生日 然後還要跟小三在辦公室戀情 欸是不是那個小三就是 就是要說 你今天你女兒有生日喔 那你留下來陪我啊 我們啊 那你 你問什麼 你一定要現在回去過嗎 你晚一點回去 你們不能買一個禮物就好嗎 對啊 你就讓她等一下嘛 我現在就想要 直接在辦公室直接 騙看太多 想要那個 玩交友軟體被你抓到 卻死不承認 隔眉多久 以我不想浪費你的青春為理由 跟你分手 後來你們分手的那天是 他們在一起的紀念日 喔 那就是完全無縫啊 真的是最無縫耶 可是我覺得 以我不想浪費你的青春為理由 跟你分手 這件事沒事 因為她真的再繼續跟你在一起 對 就是浪費你的青春啊 因為她就是一個渣男啊 分手當天不到幾小時 帶認識沒幾天的女生回家打砲 還可以泡友穿 前女友褲子XXX的渣男 後面夾鎖 你們這已經分手了吧 對啊分手了還好吧 分手你們就是我身邊的啥 我就不到我身邊 但就是 他沒有責任啊 所以就沒差了 那你們覺得我們鳳接軌很疲倦 還好吧 你要那個鳳多小 其實就是有處理好 我覺得看有沒有講好處理好 我覺得如果你們感情已經就是 仔細脫膨 然後後來終於有一天兩個人終於說 好吧我們就分開吧 結果他心裡其實已經有喜歡的人 然後跟那個人在一起 這樣還好吧 心靈粗也會渣男 算吧 感情這種東西就是很難克制啊 只是你好好把它處理好就好了吧 就沒有那麼渣啦 就是我如果自己遇到這件事 我當然也是會很難過 就是我被那個鳳 可是我自己也會覺得 就是 你就是一個人啦 被吳鳳 被吳鳳看到 被吳鳳對待 可是我自己也會認同說就是 感情這件事很難控制 你真的遇到了你真的沒有辦法說 就是因為道德然後就很克制這樣子 萬一是真的遇到很match的人 對啊 但是就是我自己的話我會盡量避免 我自己對別人做出這個狀況 感情上如果真的跟對方很糟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想辦法先去解決它 如果真的沒辦法解決 就提分了再去認識 就提分了再去認識 如果真的沒辦法解決 就劈腿 不對 可是因為他是算有處理的 而不是他想要一次兩個 對 他只是沒有好好處理完的時候 就先開始找下一個 就是不太好 可是沒有到劈腿這麼嚴重 因為劈腿就是我就是一次想要兩個啊 對你這樣一次同時傷害到兩個人 還是我們外面有一個同事被劈腿也沒有研究 你說交往四次 交往四次 交往四任 被劈腿 被劈腿 當事人嗎 要請當事人進來聊聊 好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我們的同事 來自台北的Y小姐 要跟大家分享她的被劈故事 你是交過幾個男朋友 四個 然後被劈腿幾次 一次 有一個三次然後叫做一次一次 三次的你才練了兩次 對 好那我想聽三個的那個故事 三個的話那發生在高中 他是初戀 所以就是比較白痴一點 對方就是一個各種都很優秀的人 你說外貌啊身高啊 他只有160 那什麼樣優秀 他在全盤欸 160這個旁邊你比較高吧 160跟我一樣高欸 所以我現在其實也不太明白 等一下你前面說他各方很優秀 那他在哪些地方很優秀 很幽默啊 然後成績很好 這樣子也還可以 對 可是他追你嗎 對 那他怎麼劈腿第一次 我們當時在準備考學測 他說他要準備考學測 那就先停止這段 那因為我們是同班同學 其實滿痛苦的 就是分手之後還要一直看到對方 然後後來就是 喝分合合有複合 當分合之後呢 我有當場就是 不然偷看他的手機 聊天紀錄吧 有一整排都是女生 那我大概是排第六個 前面五個都是女生 然後他都是 女單身啊 然後什麼是一些曖昧的話 看完LINE了 然後再看一下簡訊好了 前面發現他跟一個女生天天在講電話 然後他有直接跟他告白 他就說他想跟他在一起之類的 現在為什麼160男生可以玩成這樣 我不懂耶 那時候我被下鼓 就不知道我太喜歡他了 我看完那個手機之後 我跑去那個廁所大哭一喘 然後哭完的時候 那個體育課結束之後 回到教室來裝沒事 然後把那個手機還給他 然後當作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那什麼一把手機還給他 他不會覺得你已經都看過了嗎 他就是打定主意我不會看 那個時候我是主意很弱勢的 因為他非常的 他脾氣非常的喘 怎麼叫各方優秀了 各種都很優秀的人 就又繼續裝沒事跟他在一起 對 第一次好像也是IG啊 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就是他們兩個貼文其實是對得起來的 就隔空告白 出去的那種嗎 喔隔空告白 隔空告白 第一次看完那個手機後 你沒有跟他拿這件事吵架 沒有我放在心裡 你隱忍過去 我隱忍過去 天啊誰做得到啊 因為他一整個下午都在學校一直在哭 然後他問我怎麼了 我說沒事 蛤 什麼啦 到第三次你最後才決定分手 那第三次的狀況是怎樣 像是真的很太久遠了 但是會很嚴重嗎還是還好 好像是還好 我覺得第三次已經太多了 就是覺得這個人真的已經 對啊正常人就會放棄 還過三 還過三 就覺得這個要放棄 分手之後馬上就是 吳鳳 他也吳鳳 就是他第三次跟你分手 然後你就拿到吳鳳 第二個的話他也是吳鳳 加上因為就是我們後面感情就是變差了 所以他就找上了他初戀女友 結果就分手之後才知道 哇他跟他初戀女友在一起 是不是正常人如果感情不好 然後就很容易去找另外一個人 那好的注意方式是感情不好的時候兩個人要溝通去解決 對 好那在下一任呢 在下一任就是上一任 第一任是那個三次的 然後剛剛不是就說一個 吳鳳 對然後還有一個 這一個沒事 然後再來這一個 就是上一個 啊沒事那個就不講 反正沒事那個是你批 對 因為沒事那個他是 他整個人都太有問題了 他那種要有錢 汽車的 但也沒有去哪裡 他就只是開到淡水就說 好遠喔 然後說那你付個兩百塊可以吧 淡水就兩百 太貴了吧 還有他有做什麼荒謬的事 就是那時候分手的時候 原因他是說 一開始你就是他先追我 但他分手的時候是說 因為我覺得你的顏值不到我的標準 這個也很貴吧 他太奇怪了 你怎麼都遇到這種怪人 顏值 對 就是不怎麼樣欸 幹 現在想起來不怎麼樣 180幾 180幾 突然 等一下你們就停止了 你們這樣子關注我 那你分手的時候 你就跟他說 那你的尺寸也不到我的標準了 接下來就是上一任對不對 上一任的話是 上一任的話是 大學同學 然後跟他一起兩年半快三年 畢業之後他去當兵 就當兵的那個期間可能 感情就散了吧 結果就是在他當兵 他週三退伍 五六日消失 就找不到人 後來就發現他週五還去月炮了 但應該是被同梯影響 然後就跑去試試看 原本他是一個非常乖的人 這真的是被帶壞欸 就是你怎麼處理這件事 因為他消失我就直接問他 他是從頭來告訴我 但那種很不爽的就是 交往這段時間 每次的保險套他都不敢去買 都是我去買 但是那天月炮會問他說 那你現在有帶保險套嗎 他說沒有 他現在去便利商店買的 太恐怖了 三個兵就長大了 真的欸 那妳是怎麼發現的 那時候他跟他講的啊 我什麼幫你談 那他消失 然後消失終於出現之後 他就告訴我坦誠 但他就很後悔的坦誠 很像小時候做錯事 然後不敢媽媽媽 對回去還是一五一十一說 好啦其實我剛剛 就是打破了那個碗 就是那種感覺 我覺得有些人是會原諒的欸 對他就是感覺他就是會 你以前就是那麼乖的人 你就去試一次啊 啊好知道不好玩就回來就好 我平常其實都是都在被他這個價值觀吸引 這不行 他也是想原諒的啦 因為他那時候翻出了所有的話來還回我 我其實有點心軟 有一個想法是覺得我要救他 我怕他因為這一次之後 他就整個大受打擊之類 我想說那麽我要救他 所以我原諒他 那時候我還會覺得我心裡過不去哪一個坦 就是想法上好像可以原諒他 可是其實心裡還是一直感受到那個不舒服 對 他的解釋是他要跟他講清楚 他的講說是約別 約他去塔山 為什麼不用賴講就好 我不用那個 不去軟體就好 他要去爬 野戰喔 因為他還沒試過野戰 對還是要試一下 他有清班啦有清班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那麽一點點的感情 嗯 那果然就是走不出去 那沒有辦法 這在怎麽哀求都不會原諒啊 就還又出去了 又不是就是試一次就大後悔那就可以了 你現在還會相信感情嗎 會但是暫時可能還不會投入到一段感情 你覺得前面的經驗對你來說有什麽感情上的影響嗎 覺得好像不太有可能就是有一段感情可以走那麽久了 就是不太相信 對 那你呢他還是扎難過來 可是我的好像想法不是這樣 就我的想法是覺得很難知道這個人到底真心程度有多高 如果他有讓我感受到很高的話 我就會覺得那可能是可以救的 很難知道這個人到底怎麽真心 然後他說的話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 應該說我覺得剛開始的那些熱度啊什麼的到最後都會消失 還是有真愛的還是有真愛的 好 所以你現在會追求什麽樣的關係 沒有負擔的關係 也不要讓自己待那麽累這樣一直受傷 就是之前遇過這樣的這件事會影響你現在就是感情觀之類的嗎 就是自己會不會比較難喜歡上人 會但是我覺得會比較難喜歡上人就是因為比較不信任人 就是很快在進入一個戀愛的狀況 就要觀察很久 也會覺得說那我要當一個對感情沒那麽認真的人 我不會 你確定 我不知道結果怎麽樣但出發點不會 沒有啊 出發點不是 但可能不小心 對 因為你也沒辦法給別人一個承諾或是相信別人 然後別人也從你自己得不到任何承諾或是信任這樣子 我會覺得如果好如果給了承諾 那其實你不是真心的 那我不是很像白癡嗎 好那今天就謝謝外小姐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小鈴鐺喔 下次見掰掰 掰掰